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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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癌 中一面最重要的角 gucken 一定是早期手术才成效 一而其肺癌 一般来说是没有症状 比如说咳及很厉害 咳 血 气喘 口痛或其他地方很痛 甚至其他症状的障碍 到时候才去看医生 就通常已經是較為晚期 到時診斷肺癌的一般已經做不到手術 就很難根治到 所以關鍵就是在於趁早期 就探測到肺癌 以往來說過去幾十年 我們在醫學界都嘗試過很多不同方法 原來用一個我們叫做 Lodal CT 低劑量的電腦掃描 這個方法進行一個篩查 就真的可以在一些沒有症狀的病人之中 就可以發現到早期肺癌 這個Lodal CT 或者 LD CT 其實跟傳統普通的CT來說 用的部機器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輻射量可以小很多 還有價錢也相對是便宜一點 如果根據現在西方國家的指引 他們已經寫定了 如果你是高危人士 就應該可以做Lodal CT 在漢族人士的肺癌 研究之中發現 很多時候都是年紀小 低於四十歲都會有 波半數肺癌患者是女性 更可怕的是 現在超過六、七成的病人 是從來沒有吃煙的 如果是華人來說 如果你是高危人 固然應該去定時做體檢 如果你不屬於這些高危人士 也可以跟你的醫生討論 看看你自己應不應該去進行 Lodal CT 的篩查 今時今日現代的電腦掃描 其實真的非常準確 分分鐘是小於一個厘米 甚至只有幾個厘米的小影 都會發現到 這些影有機會是良性的 譬如是肺發炎或肺爐都未定 不過反過來 亦都有機會真的是肺癌的波 電腦掃描 有些發現的話 其實最應該是找一個有經驗 以肺癌的醫生 跟他了解一下 需不需要再跟進 其中一個方案 譬如可以做一個單控微臟手術 透過一個很小的洗箱口 三個Cm 左右 已經可以做一個診斷 既可以順便做治療手術 我們做的手術 可以先做一個診斷性的檢查 如果發現到他真的是肺癌的話 可以同一個手術的後半部分 我們可以進行一個治療性的庚子 廢除 由你犯有的影 到你醫好了出院的 分分鐘可能一兩個星期內 已經可以完成 這就是我們最希望達到的東西